非常棒的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河南的豆角焖面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这个豆丸啊 最大的优点 豆角味非常浓 并且呢没有筋 你就把这个剃吧 这块这么 掐一下就可以 打斜切成段 或者呢 直接切 切成一寸五长的段 就可以啊 直刀切 这样 收到盘里带用 这个皮不要去掉啊 用块刀这么打一打 一旦要有毛根什么 这么一打就打个差不多啊 这个片的厚度呢 最好是 两毫米厚 薄一点才好啊 炒的时候呢 能把这个油 给它炒出来点 效果更加 说我 不放肉 放点猪大油行不行 哎 也是可以的啊 那个味都不错 说我肉也不吃 啊 猪大油也不放 我就用豆油做或者色拉油行不行 太可以了 来 朋友们先看一下 把火点灶 朋友们看啊 这是扒两面 扒两面呢 来上一点油 不要多给上个五六克的油啊 看这呀 这就可以 把这个面拌一拌 哎 这就不易 让它这个 香菇之间粘连 蒸上六分钟 就可以 凉油热烧 好 肉下锅呢 不往一块儿爆啊 要是油太热了 肉片炒不开 都粘一块儿了 哎 你看这就能少散开 把肉炒香 放点十三香 或者花椒面都可以啊 我这个放的是 十三香 加上葱姜 炒起一点蒜 葱姜 蒜 炒香了 加入豆腿 一起炒 最好能炒上 两分钟 盐 下锅里面炒 啊 这样 尝尝 炒至 爽滋 现在呢 可以 烹入 料酒 酱油 这个叫 爆酱锅 让香味 释放出来才好 再少加上一点 老抽 给这些盐 盖上盖 大致需要五分钟 把豆角炖至酥辣 这个现在可以出锅了啊 正好是六分钟 看一下 非常好的 先放到这儿啊 烧量一量 来看一下时间到 汤汁 汤汁 偏出来 一小碗 尝一下 豆角啊 酥辣的程度 非常非常好 这个豆角啊 一般就是四分钟 保证就是 酥辣了 但它必须要炒 只有一炒 它那豆角那个外皮啊 才能软辣 特别你炒的时候要割油啊 炒出来 油糊糊的 还好看的啊 把这个面 拿出来 不用抖了啊 往上这么一放 把这汤往上一浇 盖上盖 两分钟 一会儿见 时间到 咱们看一下啊 开锅 下面还有这些汤 这个时候呢 要拌一下啊 拌一下 你看这面 这个颜色要上来了 那味儿 就都进来了 现在呢 给它加上味精啊 这些味精 或者鸡精粉 都可以 少放点鸡精粉 看看 这汤根啊 还有这些汤根 现在把这个蒜沫 加进来 哎 这是这个菜 最后提味的这么一个环节 好了 看一下 来看看 你看看 根根根地 啊 非常棒的啊 想菜来菜 想主食来主食 来上一桌 非常入味 湯汁 还可以照这个湯汁 再宽一点 湯汁宽 代表什么呢 一是入味 最关键 是滑的 你没倒水 粘了糊的 那就失败了 那么方便的话 大家可以试一试 今天这个豆角焖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